有一些企业通过一些变相的隐形的一些这个福利的发放 那么也使得它这个行业本身呢 它的实际这个收入水平高出社会这个平均水平高出的比较多 通过这个措施啊 就是说要把各种福利型的包括这个隐性的一些这个收入 都要给它摆到桌子桌面上来 不要给它放到名处 很显然这项政策的一个突出作用 就是对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 尤其是高管人员的福利待遇进行约束 有分析人士指出 正是政府部门对于缩小垄断行业 以及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差距 构建社会公平的再次出手 经最高民法院裁定准 请荣昌老大陈宁英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诈骗罪 贩卖毒品罪 敲诈勒索罪 循训资势罪 开设赌场罪 恕罪并罚 今天上午被执行死刑 日前在广州天河东莞庄附近 城管和一名判犯发生了争执 随后发展为激烈的冲突 一位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十五条城管和一名判犯 在额州那边 有的冲突 封城管和一名判犯 一名判犯 封城管和一名判犯 从身上辆 一名判犯 最后仍然多次想冲向早饭 最后相关人员被警方带走 第二天,记者来公馆庄陆看到这里一位摊犯 对于乘客和摊犯冲突一事 当地乘管部门是这样答复的 对于乘客已经有一个智慧行为 我们现在都是查实 如果是我们队员 如果做法过程中处理不一定的行为 我们一定会监控这个教育 好,下面一起来看一首解释 手机网络黄毒泛滥的情况 被多家媒体广泛曝光后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三大基础运营商遭到广泛质疑和指责 昨天工信部要求这三家企业现机整理 贵深部昨天通报 我国流感病例中89.8%是假流病例 早在几个月前 国内就出现了感染病种病毒假流病例 但变种病毒病没有出现广泛传播 目前使用的抗病毒药物和疫苗 仍可对变种病毒发挥作用 武汉虽然恢复了天然气供应 但全市气荒形势依然严峻 政府宣布暂新发展天然气汽车和出车油气工程 并停止